拿督在火锅店爆打情侣的事件发生了6天之后 昨天这个打人的拿督录制视频 向被打的情侣还有全马人民道歉了 在这2分钟19秒的视频当中 他用马来文诉说了这个事发的经过 他说那天他跟他的朋友安利很不理智 在极度愤怒的状态之下做了不当的举动 他说他将会承担事件的后果 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同时他也希望大众不要因此迁怒到 他其他无辜的亲友身上 而他也似乎在视频当中 有稍微稍微的为自己辩解 因为他说当时候他动怒的原因 是因为他不满那对情侣 因为这对情侣是晚辈 却出源告诫他说话要小声点 他当时感觉到尊严受损 所以情绪失控出手打人 我们且不谈这种情况下 发飙是否情有可原 不过很多人都在讨论那一句话 就是不满晚辈告诫动手打人 这样的说辞能够接受吗 身为晚辈年纪比较轻 是不是就没有权利告诫长辈呢 我们两天前在评说报道当中 也提到了这个课题 因为事发没多久 就有一个网民在网上 为这个打人拿都护航 他就说那个年轻人是晚辈 就不应该对长辈指指点点 对方是长辈 就年轻人应该闭嘴 还说这件事件上 长辈教训晚辈是挺好的 那晚辈不该告诫长辈 这句话值得讨论 在公共场合 如果遇到比自己年长的人 但是明显做了一些不对 或者一些妨碍公共利益的事情 身为晚辈的朋友 应不应该出言告诫长辈呢 如果您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会怎么做 是告诉自己 就多一事不少一事 当着没看见吗 阿望前主席何玉玲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 视讯专访时表示 达人拿都公开道歉的举动 虽然值得赞扬 但很遗憾的 他道歉的内容似乎显示 他没有真正反省 而何玉玲认为 所谓晚辈不能告诫长辈的 这种观念 是一种封建时代的观念 在夫妻社会里面 它有一个很传统的一环 就是长辈永远大过小辈 永远大过后辈 所以长辈讲话 小辈是不可以插嘴的 在封建社会里面 并且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 我们也比较常听到的 摆散笑为先 所以长辈是第一次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根深蒂固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长辈的那一辈的人 就会时常用 我是长辈 我吃盐多过你吃饭 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 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来教训小的 而龙雪华堂妇女主主席黄玉珠却认为 比起她年纪教长的身份 这名打人拿都或许更在意的是 她拿都的薰弦 所以才会动怒打人 不是因为她是小辈 可能是因为她觉得 我是达兜 你竟然敢出原来欠告我 那是你对我的这个心悬 我的这个封号不尊重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呢 并不是因为她是小辈 而出怒了这个打人的 职业律师叶文豪也认为 其实在东方社会的潜规则里 除了年纪之外 社会地位和面子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似乎社会地位越高 年龄越大 就越有不被挑战的特权 她指出 除了这起打人事件之外 不管在其他组织 公司或政府部门都一样 你的身份越高 头衔越大 职位越高 资历越深 你免于批评的权力 就似乎越大 也就是这个文化习性的运作是 当有人批评 下级批评上级 年轻人批评年长者 他们看待的不是这个批评的内容 而是批评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就是要去图 被看着是对长者的身份的 地位的一种动摇 但叶文豪却认为 这种所谓的面子文化或面子社会 其实应该在现金社会里被挑战 不应该约定俗成认为 长辈就不该被批评 而他表示 归根究底 我们要认清的是 告诫的内容而非对象 而在语气上 如何更有效的传达讯息 也非常重要 在提出你不同意见的时候 在英语上 我们通常会讲说 with due respect 我是非常尊重你的 但是我们下来的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关键会是在用词和语句 比如说 喂 你说话可以小声一点吗 以及先生请你说话小声一点 感激不尽 那两种说法会比较容易传达到 你要他小声的讯息 说到最后 还是一个文明的表达方式 是能够更有效的去传达到 你要传达的讯息 阿旺前主席何玉玲 他在访谈当中也提到 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公共场所 所以它是一个 大家都应该享有平等权利的地方 所以在一个公共社会里头 长辈是没有特权的 而因为你是后辈 你来告诫我 我就用粗暴的行为 用打人来回敬你 这是不能鼓吹 也不能够被接受的社会文化